台东县政府文化处推广艺文教育扎根 邀请齐老长者以及艺文教师住校 教导学童吟唱传统的古摇 2号下午在台东县美术馆的户外广场 特别邀请小朋友们带来精彩的古摇吟唱 县府秘书长陈明仁在学童的引领下 拿起传统弓箭射破彩球揭开活动序幕 为推广艺术教育向下扎根 文化处以安硕国小海德湾国小及太原国小为据点 邀请齐老长者与艺文教师在校内推动古摇传唱教学 2号下午特别于台东美术馆大草皮前 以嘉年华行事办理成果发表会 有三所国小学生分别带来排湾族 布农族及阿美族的传统古摇 县府秘书长陈明仁举东商园武社于日本展演为例 表示艺术扎根计划让学童理解并重视自己的文化 那经过文化处提出的创新计划以后 结合教育的课程 课纲再加上课程 能够将我们固有的部落文化 还有一些我们旧有的文化 都能够想办法来扎根 本次嘉年华文化处也邀请到台东高商园武社 及很村民邀进香团带来乐情古摇 同台演出 恒春民邀进香团也特别将具有代表性的恒春乐情 制赠给台东县政府 一个就是我们的有型文化资产 就是恒春古城的意象 结合了我们无型文化资产 就是我们的恒春民邀使用了这把乐情 我们双东城市来交流 所以我们一定要制赠这把乐情来情意相挺 谢谢 好 谢谢 文化处长钟清博表示 学童借由古摇学习深入了解传统文化后的成效显著 明年将持续积极申请文化部计划 新阶段将以三所国校为据点 未来将有机会扩展至其他学校 部落的族人 长辈们 就像我刚刚报告的 看到这些年轻的孙子 哇 可以表现出这样子的歌舞的形式 我们觉得真的 这样子的方式从小而且是持续一整年的 不是一个活动 那这一点点钱让学校可以用一年的诗资 然后编一些教材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衣服 我们觉得我们明年还会继续报计划 希望明年文化部还在中文 学生也表示 透过老师的教导更加了解 谷瑶背后的意义与文化意义 一开始是有 一开始我觉得很困难 但是经过老师一步一步的指点 我就知道了 就是不会太困难了 文化处表示 期盼借由美洲沉浸式教学 让孩童能自然地收足欲 借由鼓调学习唱出家乡文化 记者江碧任 台东时报导